新的法輪功學員在市中心舉行集會遊行 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 法輪功學員的遊行隊伍 浩浩蕩蕩 吸引了很多路人觀看拍照 邀谷隊帶來珍珍羅古星 新西蘭首都威靈頓 仍然疫情之後的首場法輪功集會遊行 慶祝即將到來的第23屆世界法輪大法日 5月7日將近千名法輪功學員 齊齊聚在台北的自由廣場 慶祝法輪功創始人李洪志師傅 513華誕 以及世界法輪大法日30週年 法輪功學員亦盼世人多加了解真相 早日制止迫害 在法輪大法宏傳30週夜 法輪大法日到來之際 英國各地的法輪功學員都來到倫敦舉行有情慶祝 並向創始人李洪志先生表達感恩和生日祝福 遊行隊伍從倫敦的中共大使館前出發 途經市中心繁華的牛津街、攝政街、中國城、甲子廣場 最後到達首相府前 一路上遊行吸引民眾停下觀看 拍照留念 十幾位英國政要發尼賀信表達祝賀 在5月8日 來自日本各地的法輪功學員聚集在日本橫濱 慶祝即將到來的世界法輪大法日 多位議員參加集會 祝賀世界法輪大法日的到來 並對法輪功學員表示支持 伴隨著舒緩的音樂 烏克蘭的法輪功學員在基庫主要街道上打坐練功 烏俄戰爭持續 但是這個並沒有阻止大家慶祝世界法輪大法日 在內地的環境上 是這樣的光線 讓我能夠力氣、健康、健康 讓我能夠能夠利用於別人的利用 法輪功學員蕭窩洛娃表示 法輪大法指導人以真、善忍為原則處世 這三個字可以支持同極例烏克蘭人渡過難關 週日在美國國家大草坪上 華府部分法輪功學員以及體煉功 拉開了世界法輪大法日慶祝活動的序幕 國會山下、寧靜、優雅的練功音樂和場景 也令路人紛紛住宿 數百名來自紐約地區的法輪功學員冒著風雨 在曼哈頓下城的庫里廣場 向民眾展示了法輪功的動工工法 數百名來自紐約地區的法輪功學員冒著風雨 中文字幕提供 中文字幕提供